你好欢迎收看3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高雄新达电厂机组跳脱 导致全台大停电 而花莲地区从早上9点20开始 包括花莲市、吉安乡、寿丰乡 有19000多户停电 市区有28个路口耗制停电 警方出动了56名警力 现场指挥交通 而花莲火车站还有花莲市立殡仪馆 以及第一信用合作社都启动了备电行动 让业务能够维持正常 而花莲地区在11点10分 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供电 索性没有传出灾情 高雄新达电厂机组跳脱 导致全台大停电 花莲地区从早上9点20分开始 包括了花莲市、吉安、寿丰 也有19000多户停电 刚运动到一半停电是不是 对 真的哦 有没有很困长 还好 还好这样 对因为一定有点累了 你们也停电吗 停电哦 刚刚才停吗 刚刚才停电吗 没有停了 停满久了 真的哦 这样都不能用是不是 都不能动了 都没电 市区有28个路口耗制停电 警方出动了56名的警力 在现场指挥交通 花莲车站 花莲市立殡仪馆 还有第一信用合作社都启动了备电系统 让业务能够维持正常 银行单位停电怎么办 我们本市会有这个不断电系统会 启动之后就可以正常营业 所以刚刚是停不完停了 对对对 那整区都停吗 还是只有你们这边 我这边而已 我们其他分次都有正常营业 那客人如果要办业务会受影响 可以先再次请他到来买其他分次有提供 哦 所以那不断续电系统上来就不会有影响 对对对 OK 经过台电花莲区处调度修复 花莲地区在上午11点10分 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供电 所幸这起大停电事件 花莲地区没有传出受困和灾情 绝对会幻视报道